很感恩卢台长 感谢卢台长感恩菩萨 我们想问我的儿子 2004年属猴子 你不要讲了我看一下就知道了 200几年啊 2004年 属猴子的是吧 是的 哎呀你儿子脑子出毛病了 对对对 说得很对 我告诉你啊 他现在啊 有忧郁症 是是是有一点 主要是最早的时候是自闭症 不想见人 我看他的图腾 整天关在房间里 自己一个人 不想见人 不想跟人家多讲话 眼睛发呆 晚上喜欢自言自语 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你听财长的话 我是专门救那些医院里看不好的人的 医院里看的好的人到医院去看 看不好的人 像这种灵性病 我就能救他 像他这种病很容易救的 谢谢财长 九百张小房子 你们夫妻两个帮他好好念 谢谢 然后叫他放生 一万五千条鱼 一定 好吧 然后你要每天给他 让他自己最好也能念点心经就好了 谢谢 谢谢 这个孩子呢 我告诉你 这个灵性是晚上到他身上 晚上 他睡不好 对 就是晚上来的 白天还蛮正常 一到晚上就睡不好了 对对 他早上呢 一起床呢 就是说 我很累 我很累 你知道他做梦的时候 他就梦游啊 他就走很多地方啊 你听得懂吗 那个人身上的灵性 那个鬼啊 就带着他到处去跑 你看他有时候做出动作啊 怪怪的 那个手啊 会这样 对对 是 对对对 是 我怎么知道啊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然后我告诉你 他现在有一个脚 有点抽筋 走路有点歪歪的 是 是 部长 他有没有 跟上杠头 想问 杠头啊 杠下 知道知道 是不是被人家下了杠头了 对对 有哎 你们去找过一个通灵人 就是那种通灵人啊 就是能够跟鬼讲话的 对对对 你们去找过的 是啊 三月份 看见了吗 去广州 我告诉你 通灵人 这种人是 他跟鬼接气的 因为鬼有五通 他可以 他说 我看见你身上 孩子身上的鬼了 他跟鬼可以讲话 但是呢 他需要很多的 你要给他很多的钱啊 什么东西 你一不满足 接下来 他就可以给你下杠头 听得懂吗 所以不要随随便便 去找通灵人 你应该念经才对 明白了吗 一定 要念多少小房子呢 刚跟你讲过 多少张啊 900张 对了 好好念 放上一万条鱼 一万五千 一万五千 晚上把它的房间里的灯 不要完全黑的 对对对 听得懂吗 对对对 要晚上要有个灯点着 我有点的 嗯 还有你们家 你们家要观世音菩萨 有啊 你看看我的家里的福台 不好哎 你念经了没念经啊 我刚刚来 气场不好哎 家里气场很不好 对 一看就看见了 你们家福台是放在 进门 对 右边的 对对对 你说福台好吗 你看我的福台好吗 还可以 高了一点点 高了一点点 靠窗户的 对 是是是 我看你们家里的前辈 你这个孩子看病啊 已经要了差不多了 我看你们家里的家居 也是比较旧 不像人家新的 是是是 说得对 你好好的 我要救救他 我告诉你很容易的 你这个儿子很容易救他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你帮他这些经文念下去 而且还要给他每天念 三遍 礼佛大忏悔文 好 好吗 好 谢谢大家 他连他 他现在讲话都不是讲得太顺啊 不好啊 还不会说 讲话就不行啊 是是是 如果你们把这些经文念下去 之后 大概 可以在半年到 九个月当中 他会 恢复得很快 真正要恢复 要靠你们念很多小房子了 没有那么快的 明白了吗 明白 他自己能念是最好 他自己能念吗 不行啊 他连说话都都 那我告诉你 不行啊 他现在脑子 我跟他讲话 他脑子已经好一点了 我告诉你 他不是完全不会讲话 他会有发出声音 哦哦哦 对对对 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我现在让他马上说清楚一点 来 小弟 拜拜 看见吗 小弟 来 那个 你把话筒给他 拿着 小弟 你要拜拜 菩萨吗 菩萨 小弟 你要叫他念经 我刚好叫他走掉了 所以他现在完全是自己本人 所以他很干净 脑子很清楚 好了 话筒给他 小弟 好听话 你要叫他念经 哪怕不会念 你叫他放着录音 叫他跟着念 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 我给他加持一下 我希望他能够半年之间就好 百分之五十 谢谢台长 好吧 感恩台长 感恩不是啊 你们一定要念经念好 一定 还有 他的毛病跟你有关系 因为你有杀验 是吗 杀鱼啊 杀什么东西啊 或者卖鱼啊 或者开餐馆啊 我们没有开餐馆啊 我们没有开餐馆 过去 有没有杀过东西啊 杀鸡杀呀 杀鱼啊 杀什么东西啊 曾经有过 曾经有过 而且有一段时间 听得懂吗 他杀过天鹅 他杀过天鹅 看见吗 杀天鹅的 不是我杀的吗 没得这么说 你疼了嘛 你杀的 你老师姐呢 来要杠啊 不是 来要打仓回啊 打仓回 也是 你杀天鹅了 那你是赖鱼啊 赖鱼吃不到天鹅肉就把天鹅杀了 好吗 谢谢台长 感谢台长 好念经啊 好 谢谢 还有一个小问题 我想问我的女儿 你的女儿是吧 几几年属什么呢 最后一个 2006年的属狗 这个女孩子 很懂事情 很孝顺 但是我告诉你 她也有点问题呀 你听得懂吗 她能不能读书呢 就是这个问题呀 杀一个天鹅 你看 她杀了几个天鹅啊 好几个吧 好几个 台长厉害吧 厉害 谢谢台长 厉害 她好像很英雄一样 很厉害 我告诉你 你们记住了 杀生一定会有恶报来的 明白吗 这个女儿 你叫她念 500张小房子 好 好吗 然后 你们两个 我觉得你们两个 应该为孩子许个愿 终生要吃全素 可以 你吃是吧 我跟着吃 跟着学 你吃不吃啊 吃 你吃是吧 是 你们两个人吃的话 孩子就很快就好起来了 好 好吧 好 我告诉你 你只要许了这个愿 台长保证你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快的不得了 你到后来感动的 哎呦 看着女儿天天好起来 看着儿子天天好起来 你开心的不得了 谢谢台长 谢谢菩萨 哎呀 就就这种孩子 对台长来说 我的女儿有没有灵性 小菜一碟 小菜一碟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我问我的女儿 有没有灵性在她身上 有啊 有灵性啊 就是那小房子是吧 在她的脖子这里啊 哦 所以这个你这个女儿 这个脖子啊 有时候酸痛 有时候不停的动 是吗 听得懂吗 你叫她把头发扎起来啊 这个头发弄了 就是她身上那个灵性 就是最喜欢她这个 飘育那个头发 你去看看 过去看鬼的电影里边 那些聊宅里边 全部是鬼呀 长头发 听得懂了吗 好 他经常都说鬼呀 鬼呀 看到不啦 对呀 鬼呀 鬼在她身上啊 跑来跑去啊 哎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谢谢台长 谢谢菩萨 好 谢谢 谢谢